阿彌陀佛 大家请面向着佛像 在向南无大院地藏王菩萨祝寿之前 我们先合掌 至诚地向菩萨忏悔感恩与发愿 忏悔我们身为罪业生死凡夫 累劫累世 不断在六道当中生存轮回 这当中有无数次 都是地藏菩萨从地狱 把我们救拔上来 但是由于我们的业障深重 由于我们刚强 难调难伏 由于我们的习性 我们的惰性 所以总是一世又一世的 让菩萨头头就拔 一直到今天 好不容易 我们做了人 得了人生 好不容易 接触到三宝 信奉了三宝 更不容易 我们接触到了净土法门 到了今天 我们必须 仰赖这句佛号 无上的功德 来消除我们的罪业 让我们的刚强 难调难浮 能够柔软下来 让我们的惰性 能够仰赖这句佛号的功德力加持 变成精进 变成法喜充满的精进念佛 到了今天 我们更必须 仰赖这句佛号 让我们脱离六道生死轮回 不劳菩萨 再继续辛苦的 救把我们 不是只有我们 还有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 六亲眷属 冤亲债主 全部 仰赖于菩萨过去生中 不断地救度 乃至于 不久之前 才圆满的七月法会 我们大家 所写牌位内容 这些觉灵众生 没有一位 不是菩萨救拔过的 没有一位 是不曾蒙受菩萨 恩德的 所以 要谈报菩萨的恩 唯有 今生 决定 脱离六道生死轮回 决定 回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劳菩萨 再继续为我们费心 这样 才能算得上 报菩萨的恩德 佛陀世尊 涅槃之前 在刀利天 为母亲说法 他把我们 还在六道生死轮回 所有的众生 托付给地藏王菩萨 他要地藏菩萨 在弥勒佛 来人间 视线成佛之前 这么长时间里 还在轮回的众生 都要 请他就拔 都要 请菩萨 让我们不堕入三恶道 还要让我们能够蒙佛受祭 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 现在遇到了净土法门 仰赖于阿弥陀佛的大誓愿业力 终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仰赖佛名 得生极乐 终于可以 不再让菩萨费心 所以 今天 我们向菩萨祝寿 鼎礼 我们的内心里 必须真诚地 感到极度的惭愧 我们确实 就是业障这么重 这么的刚强难浮 我们拿自己都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真诚地感恩 如果菩萨 不是菩萨为我们发愿 不是菩萨一次一次 把我们从地狱捞上来 我们可能今天还在地狱里 受着极大的痛苦 我们必须真诚地发愿 我这一生 决定往生西方 菩萨 麻烦菩萨那么辛苦 而且 我们还要 让更多更多的人 这一生 就能够往生西方 减轻菩萨 这么辛劳度重 希望 我们每个人从内心里 都是如是地 真诚地忏悔 感恩 与发愿 从此往后 要真正地 做一个老实地念佛人 真正地 仰赖佛号 去消除自己的业障 改掉自己的习性 改掉自己的脾气 个性 要越来越调柔 越来越慈悲 越来越祥和 越来越安心 这样才是真的 得到法义 期许我们 都能够精进念佛 一向专念 直到我们往生西方的 逆天为止 阿弥陀佛 今天 我们提前给地藏王菩萨祝寿 我想身为佛弟子 我们都知道 要以佛跟菩萨 为效法的对象 而地藏王菩萨 他在佛门当中 所代表的 就是大笑与大愿 原本 我们是应该要 效法菩萨的大笑与大愿 可是非常的惭愧 我们作为罪恶生死凡夫 那是万万分之一的做不到 以大笑来讲 我们没有办法 向地藏菩萨过去生中 以下这几点 第一个 他一母就母的心 我们远远不及 第二个 他供养三宝的心 我们比不上 第三个 他对佛极致的尊重 恭敬的心 我们也做不到 第四个 他为了救母 可以奋不顾身 不顾自己的性命 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们更谈不上 第五个 他极尽念佛的心 我们做不到 因为地藏经说 地藏菩萨过去生 他意念母亲 要救母亲的心 是备于长情众生之分 我们就是长情众生 我们就是一般的凡夫 我们对于已经往生的父母 那种 意念 其实极为有限 那菩萨过去生 供养三宝的心 他可以为了救母亲 把房子卖掉 网求香滑 请问我们 每一位 我们做得到吗 我们为了救父亲 为了救母亲 我可以不顾一切 卖掉房子 我全部拿来供养三宝 我相信 我们做不到 而他对于佛那种 极致的恭敬尊重 他瞻仰着佛 尊重的佛 不断的 唾弃 这种 一心一意的 恋慕佛的心 我们完全比不上 他为了救母亲 可以奋不顾身 听到佛所说的话之后 举身自夫 知节皆损 等同于 类似 像自杀一样的 为了救母 我们烦情众生 根本不可能 而他一日一夜 端坐思维佛的名号 我们不要讲 一日一夜了 我们只讲一个小时 或者半天 我们恐怕都无法 端坐思维佛的名号 所以 如果要效法 菩萨的大效 以我们业力凡夫来讲 那真的是遥不可及 我们能做的 就只能权障 阿弥陀佛的大怨业力 来救拔 我们自己的 现世父母 祖先 还有累世的父母 祖先 我们只能感恩 阿弥陀佛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方便 让我们靠 撑面佛号 这个功德 就可以 救拔 我们的父母 所以 我们如果要效法 地藏菩萨的大效 我们业力凡夫 唯有 制成了念佛 念佛 回向 给现世的父母 祖先 累世的父母 祈求 仰仗这句佛号的功德 他们都能蒙 阿弥陀佛接引 往生到极乐世界 涌出轮回 靠阿弥陀佛的愿力 让我们来进到大效 这是我们业力凡夫 效法地藏菩萨 进大效 唯一能做的一件事 那地藏菩萨的大愿 我们更谈不上 这种愿力 都是实地菩萨以上 才发得出来 救度苦难的众生 所以我们说过 我们凡夫所能行的 最高菩萨行 只有劝人念佛 因为唯有劝人念佛 才能令这个人 仰仗佛力 解脱生死 直去成佛 所以 要效法地藏菩萨的大效 与大愿 归根结底 我们 还是只能老实地念佛 精进地念佛 过念佛的生活 所有的一切 仰赖福利 来 让我们能尽效 以及做一点点 利益众生的事情 那也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安心地生活 不用担心 不用忧虑 不用操心 因为一切佛 自有安排 所以今天 我们向地藏王菩萨祝寿 希望 对于我们每一位佛弟子而言 都不是只有形式上的祝寿 那就没有意义 我们必须去思维 这尊菩萨 祂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表率 与示范 那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罪业生死 凡夫 我们要怎么样 去效法它 这是今天 师父特别 要跟大家说的 往后 你们要记住 我们一定要老实念佛 精进念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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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